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福音的时候 在这之前 也就是昨天的福音 我们看到耶稣让五千人吃饱了 所以他就跟门徒们一起坐船到提伯利亚海的对岸去 到了对岸以后 耶稣累了 他就开始休息 休息以后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他们又要划船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遇到了逆风 风很大 所以耶稣就在海上走过 约过他们 那么他们看见很惊慌起来 耶稣连满跟他们说话 对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那么然后呢 圣经上就这么讲 然后耶稣就让风停了 他们心中还是十分惊奇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关于真名的事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 好 我就愿意在最后一句话 来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 很有趣 门徒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 那么耶稣说话 耶稣去照顾病人 耶稣看这个 看那个关心人等等 他们也都看到了 可是好像很奇怪 他们对耶稣的那个信心还是不够 所以今天你看可以发现到 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很坦白 这个玛尔谷 他就很清楚讲了 这些人 这些是二个门徒们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 换句话就是说 他们真的还没有懂得 耶稣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在想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活在那个时代 如果我们也是耶稣当中的门徒之一 我想我们大概也会跟他们一样 不懂耶稣所做的 不奇怪 真的不奇怪 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当我们对某一些圣经上的话 或者对某一些教会的事情 或者对某一些信仰方面的事情 不懂不了解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于的金黄 很自然的 那我想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当我不懂了以后 当我的心还是迟钝的时候 我还怎么办 我想重点在那里 那么耶稣讲了这句话 放心是我不要怕 这倒是值得我们去 在我们心是此顿的 在我们有困难 有疑惑 有问题的时候 所应该有的态度 找耶稣去 他在 他会说放心是我不要怕 我在你身边 而我们实际上看到了 耶稣真的非常有耐心的 非常有爱的方式 陪伴了这十二个门徒们 让他们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起起伏伏的 大大小小的各样事情 耶稣都很有爱心的 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他们 来开导他们 所以可以看到 你看耶稣对门徒们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很值得我们效法 我们 跟天主的来往 我相信天主也一样 耶稣也一样 对我们 刚才说 我们对天主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但是他常常有耐心的在陪伴我们 那我们生活当中 对我们周遭的 尤其是对我们的 熟悉的人 我们家里的父母兄弟姊妹 同学 很熟的人 也会有这种耐心 也会对他们 就是怀着 这种很有爱心的方式来 接受 来忍耐 来看 来陪伴他们 像耶稣所做的一样 那我相信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 慢慢的去 就像耶稣感化了 这十二个门徒一样 我们也一样 可以借着这样的态度 来感化 跟我们来往的人 所以当然 要有耐心 要有爱心 而这样的耐心 这样的爱心 在祈祷当中 天主会给我们 让我们借着祈祷 也跟耶稣一样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来面对我们的 这些 给我们有关系的人 能够接受他们 能够也一样的 关爱他们 让我们大家 彼此共同的努力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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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